天氣這麼熱出門生水 其實是很多人的選擇質疑 客家的一間東北方 應用這個水果是特別推出到 水落空的這個外島 不斷說問譬如有郵輝以外 每一個禮拜的家裡 還有幾個水落空的出味 競賽外島 讓我們的家長的人帶小朋友 作回來到水落空環境水果 看到大小朋友在水地裡面 算人很高興 在這麼熱的天氣 生水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在客家開東北方 不然只有東北方 在裡面還有郵輝中 一支水落園可以一片外島 苦遊 在現在雅姐也應於四處 來推出相關的郵輝活動 在水落園呢 我們照就是暑假的期間 是天天開放的 而且在週六週日的時候呢 我們另外還推出了 水槍的對戰遊戲 同時呢如果是你跟爸爸媽媽呢 帶著小孩子一起來 你就可以來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會有這個雙麒麟的優惠 而且是半價以下 那如果呢你不想下水 其實也沒有關係 整個園區裡面 有非常多的消暑的活動 那最主要呢 都是冰坪上面的優惠 甚至有第二件這個十塊錢 這麼樣的優惠的方式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 消消暑器 因為四處期間 雅姐推出不然只有門票的優惠 還有商品的發財 而且只要是賓上市來講 空空 六個衣服的門票都是有發財 星期六、禮拜空空 也特別幾位 三次的優惠競賽 讓大家朋友可以做回動 我們這邊是一票完三元 那針對就是包括水樂園、動物園 還有遊樂園 其實都是一票到底 不用再加價錢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平日的時候 其實還有另外有票價上面的優惠 那除了六歲以下 現在是完全免費 只要你的小孩子未滿六歲的話 都歡迎直接帶進來 那六歲以上的話呢 票價是六折起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會再加送三十元的消費券 鼓勵四日還有一個月 還不知道要帶小朋友 去哪裡七台家中 水樂園是一個不錯的山地 在這裡來下天 讓小朋友可以花葉生水 來享受親戀的自己 記得專會和各位彩虹報道